立新基金會光獎的愛麗絲劇團 於11月26日下午 台東縣國際終止婦女受報日系列活動中 在文化處藝文中心演講廳 演出台灣版音道獨白舞台劇 《實地惡部曲》的片段 吃了很多的忠藥 試了很多的偏方 終於有了 是個男孩子 我一以為 從此以後我在家的日子會好過一點 沒想到 才第七個月 仰水無預警的破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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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家裡完全沒人 我擔心救護車太慢 下樓拿著計程車就往醫院裡衝 獨自一個人忍受身體的痛苦和孤單 一直被推進手術房 都沒有看見我的先生和婆婆 奇怪的是 他們似乎並沒有因為我活下來而感到開心 我在一個小小黑黑的房間裡 因為他們身上沒有傷口 這裡沒有出口沒有光 因為他們先生斯文有理 外面的人習慣那種明亮美好的生活 因為他們無法開口求救 於是我的痛苦與黑暗 只能鎖在這個房間裡 哪怕開了口 警察可能只會說 等你被打了再來好嗎 我們需要驗傷單 光腳的愛麗絲劇團是立心基金會 於2009年培植的倡議夥伴 而實地是基金會的性別倡議大戲 二部曲收集婚姻中家庭暴力 交往中親密關係與目睹暴力兒童個案故事演出 看完之後讓人心動也心痛 她今天的故事裡面 是我們社工這麼多年以來 經常都會碰到的 我們服務的姐妹的狀況 那真實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她的痛我們又再來感同身受一次 所以呢我們立心的公民對話組啊 非常用心開始了這個大計畫 希望用三年的計畫 而且是用訪談 然後把很多相關的陰道故事 包括我們看到的初季的故事 性侵 家暴 還有我們看到的包括Bar Girl 就是以前我們在美軍在台灣的時候 然後還有目睹暴力還有跨性別 這個都是我們關心的議題 所以這些陰道故事呢 我們會分三年把它演出 今年已經二部曲 明年會三部曲 導演喬思芬說 實地還沒有結束 因為婦女暴力還沒有終止 以上由黃青海攝影劉樂文整理 謝謝